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基隆市虎年一元红包出炉哦 可爱线条的金色小老虎 相当的讨喜 不过为了避免群聚感染的风险 今年市长将不会到公共场所来发放 改邮区里明带等管道来发放 希望让市民都能收到 满满祝福的福虎红包 基隆市长牛昌公布 虎年一元红包 金色线条的可爱小老虎 搭上福虎身风的吉祥画 超级可爱 还有那一夜 砍上一元硬币的2022年 更加讨喜 今年是虎年 所以我们今年的红包 这个很可爱 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老虎 那是福虎身风 那祝大家新的一年 就像这个老虎一样 非常的一个 有精力跟活力 那这个在后面呢 其实也是满满 刚好今年是2022年 所以也是非常喜气的一个数字 那我知道很多的民众都有收集 我的红包的这样子的一个期待 所以我知道已经有人在等 那因为过去都是一套的 我知道也有人集成一整套 是总共有八张 八年的一个红包 所以这个非常的喜气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不过受到Omicron疫情深微影响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 刘昌宣布取消 往年到各大市场公开发送的做法 改为透过驱礼 明代等管道送给基隆市民 如果数量足够 也研拟 年后由各销发送给学生 我个人不会特别安排 这个红包发送的一个行程 但是我们会透过相关的一个管道 比如说像我们会配送给区公所 或者是里长 还有我们的民意代表 那透过他们能够去制送给 这些相关的一个民众 那另外是我们也在规划 如果数量够的话 我也希望在农历过完年之后 我们也可以透过学校 来送给我们的小朋友 让他们也分享这个新年的一个喜悦 连续八年发送生肖红包的林又昌 也希望 借额老虎的神威 在新的一年能够让疫情退散 记者张旗潭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市场 过年前戏经常大塞车 机车也无处可停 市议员韩世域和港务局 协调在玉城中心起楼 辟设停车位 也获得警方的同意 将在1月29、30、31后3天 提供机车足停车 但严禁涉滩 警方会加强取缔 过年前民众忙的采买年货 市场周边机车停的满满的 但不是每辆机车都有停车格可以停 对啊 车位很有限 市场流量人的需求流量不够 这几天更严重 对对对 来买菜的人很多啊 对 骑车均很多呢 有时候都停个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黑年到满停停 restriction 转停 같아乱七八糟 你要买米都无法 交通іл都很严重 机车停车位不足 只能违规停车 但这样情况 台湾到年前就会上显 市议员韩世域协调港务局 江玉城中心前的骑楼设置机车临时停车区 而公共空间预计可以停放近百辆机车 过年的期间或者是这个立假日期间的话 的确我们的人潮是相当的悠辑 那人潮拥挤的话相对的 车潮也是相当的紊乱 那尤其呢这个这边临庭的这个车辆呢 也是非常的多 那当然呢特别呢 邀吉会堪的话其实每一年都有在做 那每一年呢也希望说能够逐步的来去做一个改善 那希望说呢我们现在港务局这边用地 那未来的话呢也要感谢我们港务局公司 那可以呢让这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林庭区 那让呢我们机车组呢来下来买东西 或者是我们摊商 摊商也是驾驾驶 又或者是呢当他们要补货的时候 那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地点 那让呢他们呢能够更加的方便 不过担心临时停车区会被流动摊贩违规摆摊 警察局辖区的派出所将不定期的派员巡逻 禁止摄摊 值得注意的是采购机车尊用的停车空间 开放时间是1月29到30日每日上午6点到下午5点 1月31日除夕上午6点到下午3点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在电影来看 攸关军港西迁关键的东吴码头 威海营区旧营社拆除工程正式启动了 预计今年底完成整个营区的拆除工程 基隆港东岸将转型发展成为观光旅运狼带 蜕变重生 启动仪式后怪手开始拆除举光楼 这里是位于基隆港东吴号码头的海军威海营区 为了加速推动军港西迁计划 基隆港物分工是方面分三阶段拆除营区旧营社 第一阶段先将目前已经很少使用的举光楼 中正堂及海链馆拆除 我们为了加速整个计划的一个执行 对于现有在东岸威海营区里面的一些 使用较不多的一些建筑 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分阶段的去进行拆除 附续也将配合海军的一个搬迁作业 拆除其他的防射 看着有数十年历史过去官兵 重要集会场所的举光楼被怪手逐步拆除 海军131舰队 舰队长曾安国也感到不舍 举光楼里面是个大型集会场 那后面下面是一个地区中心的招募的电脑建策站 那我们后来改成新的中正堂 那中正堂也有一段历史了 说这个原本是最早的一栋大礼堂集合的场所 我相信我们移过去了以后 会让我们的战力不坠 仍然能够确保台海的安全 但对这些历史的旧建筑的部分 仍然存在着一一不舍的感情 那我们都会把这个记录一一的相关照起来 集合成策到时候会分送给各位大家 金融港东市及东五号军用码头 过去长期将东岸分隔两地 影响金融市港发展 因此在任内能完成地方期盼数十年的军港西迁 让金融市长牛昌觉得非常光荣 整个一个旗程计划从105年核定 然后106年到111年 能够顺利如期的来完工 我想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不过也在蔡市应委员的一个全力协助之下 把所有的问题都克服 让整个旗程能够顺利的来推进 我相信在未来这个基地 我们进行拆除之后 可以还给金融市市中心区 一个非常大的发展的一个腹地 那我们也正在跟港务公司来进行讨论跟协调 这个地地未来的一个发展 应该是朝向一个CIQS以及港务 还有商业商务经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来做规划 当选立法委员后进入国防委员会 并居中协调促成军港西清案逐步落实 完成了过去历任立委都做不到的事 蔡市应直呼超级感动 过去基隆的历任的立法委员一直想推动 都没有办法推动的事情 那我很高兴在2016年我上任的第一年 我跟市长跟总统行政院长 跟我们的海军司令就这个相关的议题取得了共识 决定了军港迁移案 那这个军港迁移案推动了这几年来 今天这样的一个建物的拆除 标志的一个即将搬迁作业的开始 那我非常高兴也非常兴奋 那当然搬迁作业完毕之后 这个地方将会有新的崭新的面目 也就是未来作为内客的这样的一个商务的运用 我相信会让民众更有感觉 牛昌透露位于东岸四号码头的港警总队 也决议先见后差 让港务公司的港务大楼 仍与危害营区有效串联 未来整个东岸港区廊带更为完整 那未来基隆的内港地区 从西四五六号码头一路接西二西三仓库 也就是我们西岸的旅运大楼 到我们的国门广场 还有我们的城际转运站 游轮广场海洋广场 一直到东三四五六 将变成是一个国际级的一个甩案空间 基隆港务分工事方面表示 未来营区旧营社拆除工程 预计年底能全部完成 让整个港部用地更加完整 配合智慧旅运大楼 西岸旅运中心 及国门广场等重点设施 让基隆港规划发展更为完善 达到四港军三营的目标 记者张琪辰旧营报道 冷暖区的民众有福咯 在定安社区旁有崭新的百万篮球场 不止硬体设备新颖 更配有定安特色的logo 社区志工与李明通力合作 在篮球场旁的溜冰场搭建了灯海 一直会亮到元宵喜气热闹 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定安篮球场 篮的发亮的防滑地板 崭新的篮架与篮筐 有着定安特色的logo 刚完工启用的篮球场 让暖暖地内的民众 多了一个运动及展现球技的好地方 右昌市长 其实上了以来 其实都非常关心地方 而且鼓励大家能够走出户外 来运动 健身 尤其在这个疫情的当下 我们应该更要走出户外 不管是来篮球场打球 运动 或是在篮球场周边来步行 其实都是非常有益身心的 庆祝新球场启用 定安里和定安社区发展协会 举办暖暖杯定安3对3篮球赛 吸引了50队报名参赛 其中副义长林佩祥 暖暖区市议员林敏勋 王醒之 还有中正区市议员张靠瀚 都组队参加议展身手 明镇处长王于森 暖暖区长蔡春桃也亲自到场参加 鼓励大家多运动 定安篮球场原本是一个积水 下雨天积水又会湿滑的场地 不仅是打篮球的朋友啊 感觉到很危险 然后又坑洞 然后地面上啊 那个地面破洞 破损很严重 然后老人走的话也是会滑 会滑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改上这个场子 是一个很安全的运动场子 然后借由领长在领长会议的时候 提出来 那请议员我们暖暖区的三位议员 来赞助来支持这个经费 那因为经费上的设计 蛮庞大的 然后市政府啊 民政处也非常的支持我们 这个场子的做改造 才有今天这个好的运动场所 那感谢我们的市政府 跟三位议员共同来支持 那我们在1月16号呢 办理这个场子的重新启用活动 开囚呢就有市议员 跟市政府队一起来为我们开囚 隔壁的溜冰场 在社区理事长其志工们的布置下 夜晚好浪漫 这灯预计亮到元宵 欢迎民众来基隆河畔暖暖断运动 体验定安里的热情与温暖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中正区董小姐一家 小孩先天有缺陷 还在插鼻胃管 家中还有老母亲要照顾 生活出现了困顿 立委蔡适应及基隆市旗袍 爱心协会前往关心 并致赠慰问金 来到董小姐住家 蔡适应探视插着鼻胃管 五个月大的婴儿 因为早产导致先天有缺陷 而家中的唯一支柱 男主人阴暗入狱 加上有另一名小孩要抚养 及行动不便的母亲要照顾 让董小姐生活压力很大 据我得知就是这小朋友早产 然后就是恶劣 然后还少一个肾 就是很需要帮忙 然后里内就是有那种 固知财民留言应该是都OK 可是就是需要金钱的人 就是希望有善心人士 能帮忙他就辅助一下 对啊 我们里内办公室也会尽全力辅助他 亲自资政卫文金和营养品 立委蔡适应及金融市旗袍 爱心协会 前来关心董小姐一家的经济状况 谢谢大家 就是谢谢大家的帮忙 尤其是委员 他委员帮忙 让妹妹有得到这些 大家的祝福跟光滑 谢谢各位 这个事情有发生之后 那我也非常感谢有很多的好朋友 那我办公室之前 已经有向相关的单位申请一些补助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补助 还是远远不够的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其花心协会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投交姐家里来 但是这个小朋友 那也给他更多的鼓励 那主要也是因为过年时候要到了 那我们也祝福这个董小姐的家人 一下这个新年快乐 欣赏事成 那我想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来 来关心他们给他集气 给他加油 让他能够快快乐人的长大 然后这一次我们一共捐助了 短短时间内捐助了7万元 希望对董小姐有些许的帮助 但是抚养小孩是一条漫长的路 也希望各界 有爱心 有资源 都可以一起来帮忙这个小孩 也期望这个小孩可以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的长大 过年前 加护团员围如蔡司印及旗袍爱心协会 前来送暖 让董小姐一家不再感到孤单 记者黄少民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等你来看快过年了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连续21年春节慰绕行程 第一站就先到警察局第三分局 制赠泡面和春联 随后也到消防分队等24个单位 来慰绕辛苦的基层人员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连续第21年 亲自到警察局第三分局制赠泡面及春联 慰绕辛苦执行春节前后工作的人民保姆 由副分局长李惠煌代表收下 感谢张耿辉议员 这个连续21年来对第三分局的照顾跟支持 那第三分局将会全力以赴 对辖内的治安交通以及为民服务 来让民众过个好年谢谢 随后张耿辉和服务处志工以及助理们 也到包括公车处分站以及消防分队 制赠泡面和春联 为他们加油打气 张耿辉公车处祝大家新年快乐 五年送福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张耿辉议作 每年都到我们七堵分站 来给我们送这个春节的礼物 在这边代表我们公车处 感谢我们张议员 多年来一直支持我们公车处 谢谢 市议员张耿辉也呼吁民众经过警察分局 或派出所以及公车分站 消防分队等这些过年仍然不休息 辛苦为大家服务的单位时 可以向他们打个招呼 谢谢他们的辛劳 另外由于疫情升温 张耿辉也呼吁大家一起防疫 第21年的春节慰问也年细不间断 那最主要是说在春节前期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不管是国金也好 还是我们锦翼销 公车班消防分队 还有我们环保班 还有晚上的民间团体的行手队 我们大家不要放着他们的辛劳 借这个机会除了表达他们对年来大家的辛苦之外 也祝福他们新年快乐 同时也希望我们市民的话 对于这些留守人员有经过的话 不妨跟他们打声招呼 跟他们鼓励一下 董卫在这边也要呼吁 尤其这个疫情的炎禁还没有降温 这段期间大家尤其在春节 这次春节有年细九天的假日 大家要注意在防疫的工作 做好防疫的工作 我们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张耿辉消防政大队 祝大家新年快乐 福年新大力 今年总共慰绕包括警销 及公车处和环保局分队 巡守队等24个单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杨秀玉也特地结合 国际狮子会300F区一 基隆市和乐狮子会捐赠总重大约400公斤的百米 来帮助七堵区的弱势边缘户 另外也和与民同心关怀协会合作 致赠2万元慰问金 帮助离癌的张姓弱势民众来接受治疗 快过年了 基隆市议员杨秀玉特地结合国际 石子会300F区基隆市和乐石子会 捐赠总重大约400公斤的百米 每一小包一包三公斤 分送帮助七堵区的弱势边缘户 这个一年的岁末 那大家都知道 今年因为饱受疫情的关系 大家其实生活过得并不好 那我们和乐石子会 我们国际石子会300F区和乐石子会 特别捐赠这个650斤的百米 希望能在这个岁末的时候 帮助一些中低收入户 让他们度个好年 那也希望我们的疫情尽早的结束 谢谢 那么谢谢我们基隆市 我们大家都知道 基隆市在我们七堵区 真的是对我们乡亲 非常的协助帮忙 那今天我们和乐石子会 也谢谢在基隆市的带领之下 今天特别捐赠的一些百米 希望透过由我秀玉服务出这边 来转赠给 就是我们七堵区要的一些乡亲 让他们过个好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 另外杨秀玉也和 与民同心关怀协会合作 制赠2万元未助金 帮助离癌的张姓弱势户民众 接受治疗 这位张先生 他因为家里 他是家里的那个 经济的那个支柱 那他患了死癌 又小肠破裂 那处境实在是 值得人家去关心他 那我们希望 这次的活动 能够抛砖铃铃 引出更多的 善起出来 这个个案是因为就是有乡亲 特别让我服务处来 那就因为这个 乡亲的先生 因为他是家里的 经济支柱 那因为就是 生病得了舍癌 然后就是 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 那我也特别跟 杨理事长 特别来商讨说 是不是能够 针对这个个案 在我们农历过年前 能够来 给他一个 微博的一个 协助 那也谢谢我们 理事长这一次 捐赠了这个 一点小小的心意 希望他们过个好年 受到未助金的 张姓民众和家属 都非常感谢 与民同心 关怀协会的帮忙 并且由协会人员 帮忙拿着白米 陪同回家休息 记者 吴俊松 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 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 青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新年快乐 我们再会 谢谢大家 各位好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在过去的一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大家生活上 总是有一些不方便 那我们期望来年 会过得更顺畅 那基隆在这几年来 我们在整个团队的努力下 已经有很大的蜕变 变成是一个大台北首都生活圈 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旅游打卡景点 或是美食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 在春节这一段假期 大家西家带眷 来基隆走走 那可以看看基隆 不一样 基隆的蜕变 那我们也将在 今年的4月22号 到5月2号 举办城市博览会 会将这几年来 我们对基隆的努力 蜕变的成果 呈现给大家 希望大家一起来 看看基隆的不一样 最后在这边 恭祝大家 2022新年快乐 福福生风 万事如意 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林沛翔 在这新的一年 沛翔除了祝大家 五年新大运 世事如意之外 在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在蔓延的时候 沛翔还是要提醒大家 请戴口罩 请洗手 然后赶快去追打第三季 保护自己 也保护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想再一次在这边 祝大家新年快乐 基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 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连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 以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地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 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啊也没确诊 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真正